兄弟们 你们肯定不知道 我是一只路灯 我来给你们讲述一下我的人生经历 有一天呢 我像往常一样在蒙德的桥边 按照日常的职责照亮着人民的道路 让自己发光发热 但是有一天 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有一位蒙德的修女 爬在了我的身上 用一种奇怪的姿势 我感觉这辈子我直了 兄弟们 作为一个路灯 我将会燃尽我的一生 照亮蒙德人民的道路 Holy shit Holy shit 我是一只蒙德路灯 这就是我传奇的一生 我传奇的其他人 支持你 感谢观看